当电影里我们有变形金刚 漫画里有小叮当 在流量台里我们有天马行空 流量和我生气 九高赵我是威儿 九高天高我是爷爷 早安 今天来到了是12月29号 早上8点03分 那确实29号让人感觉说 已经离2015年非常靠近了 是已经多两天了就已经跨年了 在今年的这个年度汉字里面 其实我们看到最后选出来的字眼是这个行 这个字啊 确实或许这个是让大家觉得 今年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事件 一些事故 但是呢没想到在2015年前 的之前还有另外一件航空的事情再发再度发生 就是在昨天相信大家在面子书或者是各个媒体上都看到这个消息了 也就是印尼的亚航呢 从QZ8501班机 那在当地的时间清晨5点35分 那大马的时间是早上6点35分 从印尼的这个四水起飞 那原本应该是在当地的时间早上8点30分 应该要抵达新加坡的昌一 airport 但是这个客机在起飞的42分钟之后就跟这个控制塔失去了联系 以目前的看到的数据是说这一架飞机是在有162个人 那当中有机组人员还有马来西亚人是有一位的哈 那印尼人是149位 然后三位韩国人 一名英国人 还有另外是一名新加坡人 那么最新的一个统计数据哈 乘客的人数是155人 其余的机组人员呢 是1237个人哈 一名副机长是法国人 其余的六位的人是印尼人 其中的印尼人是有155人 韩国人是三人 马来西亚人是一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徐中卫啊 他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沙楼越地区 然后其余的三个人就包括新加坡一个人 法国一个人和英国一个人 事件发生之后 现在从昨天开始 大家包括印尼方面的 也包括新加坡方面 也包括马来西亚方面都派出了自己的救援队伍 你包括印尼方面 他派了七艘船只和两架直升飞机 然后马来西亚这方面就派出了三艘的舰船和一架的运输机 新加坡这方面就出动了两架的运输机进行搜索的一些运动 那么昨天截至昨天晚上几时是忘记了 截至几时就宣布停止搜寻 然后等到今天早晨的时候 七点如果是天气情况比较好 就七点之前开始继续进行搜寻 但有部分的我们的民众 或者在网上的民众就会开始有一部分的质疑 这部分的质疑就是人命关天 大家现在飞机找不到 也许你连夜的搜索还能够救出一个人 或两个人能够搜索到一些线索 但一整晚上大家都不在搜索 第二天早上在搜索 那么能够活的人也活不下来了 因为一件事情发生之后 人能够存活的时间最紧要的关头 就是前72个小时 所以这个事情会引起网民不同的一些声音了 这个可能需要专业人士的去确定 究竟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就没有搜索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客机的失联的一些眼镜表 刚刚恩赐也提到了 就是从早上5035分 就是当地的时间是从苏拉巴亚 就是印尼四水专的国际机场 他们就开始飞了 但是在飞了这个6012分的时候呢 就有这个机长 他们要求说能够把这个航行高度提高到3.8万英尺 因为有一些云雾在围绕 可能他们看不清楚 那结果呢 在6012分 就飞机还是在雷达上了 但是呢 在17分的时候呢 就突然在雷达上就消失了 那空中的交通控制中心呢 也没有办法和这个飞机连上关系 换句话说他只是听到在5035分起飞 在大概半个小时后左右或者40分钟左右呢 就听到机长要求把这个飞机的航向航行高度提高 那过后接着大概五分钟六分钟左右呢 就失去联络了 所以这种情况呢 确实有一点吊诡 而且在那个时候呢 或许他们就是在空中中心啊 这个交通中心就怀疑他们可能是边离的这个轨道 当飞机一飞边离轨道的时候 它危险性是非常高的 因为如果他一边离轨道 然后同时又联系不上 你不会知道在同一个班轨道上 会不会有其他飞机在飞行 或者是前边有没有飞机在飞过来 再加上目前的整个这个气候风的问题 这个云雾也非常的厚 甚至有一些气候增加就怀疑说 可能是当时的这个云层有非常的厚 再加上可能有一些雷雨的一些状况发生 所以呢就导致了这个视线模糊或不清楚 那在发生了这个情况过后 在七十五十五分呢 就有关当局就接到了这通知了 接着呢就在中午的十分呢 这个英里交通部长 这个代总师长叫 他就召开这个记者会 就正是这个客机已经失联了 不过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我相信印尼已经在进行这个搜索 还有确定的工作 我昨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 我还一度怀疑又是这种炒作的这个新闻 所以因为之前有这个MP370的事件 就让人家觉得说 炒作的可能性会不会有 大家都很紧张 到最后获得证实的时候呢 确实是知道这个又在发生了一件空难 对于一些关于这个班机 就是QZ8501的一些资料里面 就提到这架是 Airbus A32020的这个型号的飞机 是在2008年10月投入服务的 那他累整个的累积飞行时间 是高达两万三千个小时 而且他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他之前有看到新闻报道说 他的刚刚维修也是才不久之前 所以应该不是本身的机器有什么 这个飞机本身有什么故障 对理论上应该不会是飞机故障 而且刚才提到了 就是这架飞机载有155名的乘客 还有7名的机组人员 所以是162人嘛 那这个飞机型号呢 本来就是可以容纳180人 所以也是OK的 所以他也没有过量等等这些问题 所以相信刚才就提到了一些 就是可能天气的一些问题 就是说一些飞行改变之后 当然后过后失联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也说也没有收到任何的 就是求救讯号也没有 对就突然间失联了 这是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而这个地点呢 当初好像也是曾经 M370好像也是有经过的范围内的 一个地点 所以也不懂是不是有一些 当然这只是自己 我们自己这边在做的一个采测 但是网上也是有这样子的采测了 就是说是不是这一块 有一些神奇的利润啊 就是把这个飞机给闹走了 但是我们不因为网上的消息嘛 我们也只是一种猜测啊 但是这个飞机在的这个地方 失联的位置 它是在屋里 看一下好 是屋里动导和家 应该是加曼岛是吗 这两个岛之间的这么一个区域上 这个区域上呢 它是整个的海域的区域 还是属于印尼这个部分的 包括雅加达也在不远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 现在主要的搜索的范围过程当中呢 是印尼作为主导进行搜索 其余的新加坡 还有马来西亚作为辅助来进行搜索 然后也有一些气象学家 就指哈 当时飞机飞行的过程当中 就飞行到这这块云的过程当中呢 航线上正在发生严重的雷暴天气 这样子雷暴天气呢 就导致机上的有 有机不是机长或者是副机长 就会有一个请求 这个请求说 我们可不可以偏向航线左边行驶 或者是我们提高 提高我们的飞行高度 以避免雷的这种坏的天气的影响 有这样的一个请求 请求完之后 没有多长时间 而飞机又失去了联系 所以很多 现在目前来说 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的一些 有关于飞机上 任何有关于人的这些 这些事情 无论是它是坠海了 还是没有坠海 它的残骸是在哪 人是在哪 大家都不知道在哪 所以 现在就是大家也正在猜测当中 有的是说雷击的问题 有的说是它偏离航线的问题 有的说它是飞行高度太高的问题 所以等等的问题 还是需要最后等到 大家搜寻完之后 找到黑匣子之后 才能够订这架飞机 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样子的问题 但是现在还目前呢 我们可以看到网上 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消息 甚至有些是引述一些媒体的报道 但是呢 这些消息都是未经证实的 包括昨天看到有说到 在某个海域有发生坠迹事件 但是不确定是不是这个航班 等等这些新闻呢 都有在网站上看到流传了 但是呢 这些都没有得到官方的一个确认 所以也请大家不要去散播这些 有关非官方或者非正式的消息 那另外一方面呢 印尼药行也是为了这个 试炼科技QZ8501的创客家属跟朋友 设立了一个紧急的呼叫中心号码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 请拨打622-129-270-811 我再重复一次 622-129-270-811 那当然在目前为止呢 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都在很极力的 禁令参与这个救手工作 还有搜索的搜寻的工作了 马来西亚的这边呢 也派出了三艘船舰 还有一架C130的运输机 那新加坡方面目前只把 就派了两架的C130的运输机 还有印尼当然是派了 本身七艘船还有两架直升机 到这个范围内进行搜索 还有救援的工作 我们就希望说这个搜索工作呢 能够尽快的达到有一个 起码有一个结果出来 如果又再像M370一样 完全没有消息 那真的会让等待人心碎 不懂要怎么去应对这个状况 这个在悲痛之余呢 相信我们不同的民众 有不同的一种感受 昨天浏览了一些就是面子书 普通的我们的民众的心态呢 就是大家就会想 这个印尼的这个亚航的航空公司 它出现了这样子的一起事故 是不 它应该跟我们马来西亚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它毕竟是印尼的亚航航空公司 而且亚航航空公司 它主要的这个领导人 它确确实实是马来西亚人 然后亚航也是马来西亚的 但是它的主要的主要的整个的工作程序 主要的工作流程全都是在印尼 它也就是属于总公司的一个分支 一个branch 在印尼的一个branch 所以在这个事件上 会有很多的人就不会把它联想到 它会跟马来西亚有一些关系 因为我们毕竟曾经发生过马航的两起事件 但是这样子的事件会让大家混淆 如果不说清楚的话 会让大家很混淆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会关注究竟是哪个国家 我相信也是主要马来西亚 这个一些网民吧 就一些比较偏边基的一些网民 甚至有一些就说 一看马来西亚的一些什么航空公司 发生什么意外 我觉得这个是一些很 很不要得的一些说法吧 这个无论是哪一个国家 总之发生空难 大家都有一个责任 能够在四周围的国家都应该去协助 都不应该说怪罪哪一国 哪一国政府 没有人会希望说这个事情会发生 即使是连机长本身 难道他会希望 除非他自己本身就疯了 或者是这些所谓的什么恐怖分子 才会发生 如果不是一个正常人 谁希望有发生这样子的灾难 所以就希望在这些网民 就用脑子想一下一些事情 别胡乱的这些 散布一些消息太刺激的 在这种世界捷补眼上 还要在伤口上傻言 不过确实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 看到很多的朋友心情也是很沉重 也是也有很正面的 发出很多正面的祝福 还有把这个 这个这个 同理心啊 就是也是把他这个祝福送给了 这些家人 因为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时候 最难熬的就是这些家人了 对 还有就是说 另一方面 很多也是有哪来比较说 你看这个印尼政府和新加坡政府 做了这个事情啊 什么有意义吗 我觉得现在暂时来比较这种情况 效率什么之类的 都没什么任何意义 最主要的还是这个搜寻工作做好 也不要胡乱的采测 有些人都说啊 这会不会恐怖袭击啊 我们在没有获得证实之前呢 这些也不应该去散播 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的一些谣言 那全国政治部反恐组主任 那都阿一干 他也表示说 警方没有接到任何投报 关于这个亚航失联的事件 是恐怖活动有关 甚至可能排除 这是一个跟恐怖事件相关的事情 所以就希望大家在评论 或者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不要再乱散播消息 也没有必要和那个比较 跟MF370比较 跟MF17比较 因为都是不同的一些事件 而且再加上这些事情呢 所有的人 甚至一些相关的 或者受灾难的一些人的家属呢 可能也在关注网上的新闻 如果一路在散播店不识消息 会让他们可能再陷入一个 更难过 更难受的一个情况当中 五中带五 五中有五 这是我们对艺术的执着 您好 我是静松吴一方 创办人李静松 谢谢您收听榴莲台 榴莲FN.com 榴莲台和我宣慈 主高照我是为了 干嘛先攻 我是燕燕 所以我们再回个头来看看 纽约的一些新闻 确实从过去到这几个星期 都不断的看到一些 关于在美国警方跟民众之间的 一个拉扯 看起来呢 确实的时候 尤其是在两方面 包括第一是一开始是 这个白人警察 还有黑人这个枪杀事件 当然也引起了一些的 这些街头上的示威 那结果呢 不久 应该就是后来 就是有发生了另外一期案件 就是上个星期 美国纽约有两名警察 在街头就惨遭了枪杀 然后过后呢 再发现另外 过了两日之后 又在这个佛罗里达州 又传出另外一起 杀警察的事件 之前那个是在纽约 所以就也震撼了美国的社会 就说一开始 就有两方面的这种紧张关系 因为在周日的时候 有一名牺牲的警察 他叫做拉莫斯 相信大家还有知道 另外的一名警察 他叫做刘文健 两名警察在殉职了 然后那么在拉莫斯的 这个追悼的仪式上呢 有很多的政要都去了 包括美国的副总统 然后一些州的代表 还有纽约市的市长 都来参加这个追悼的仪式 这些警察 有很多警察也参加了 这些警察来自于 全美国不同的州属的人 总共达到了两万五千名 警员来送别 但是有趣的一件事情 当这个纽约州的市长 纽约州的州长 他在讲话的时候呢 所有的这些两万五千名警察 都背对着他 这个场景让人很尴尬的 如果说我是纽约州的州长 我在讲话的时候 所有的警察都背对着我 我在讲话 是不是我也感觉到很没面子 也很尴尬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个情况就发生了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之前 这个纽约州的州长 他支持黑人示威 来批评警员的暴力 这样子一个言辞 就遭到了很多警察的一个不满 结果呢 现在我们看到 有两名警察被一名人士 应该就这这名枪杀的 这些这个犯罪人士 给枪杀掉了 所以现在警察就表达了一些不满 但是本身纽约州的州长 他也很为难 我相信他也很为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看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结果 就是现在他得不到 这些警员的一个支持 或保持对他的一种抗议 但是我们是想反过 反过来想一下 如果当时这个纽约州的州长 他是支持警员的 支持这种对于黑人的这种 这种执法行为的 那么肯定会遭到很多示威人士 包括黑人 示威人士的一种反抗 那么这种反抗 如果我们再加上 假如有一体事件 就有一个纽约的警察 枪杀了一个黑人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我相信示威人群 更加的去上街去抗议了 这个时候 你说让纽约的州长 应该如何是好呢 我是向着美国的 这个纽约的警察呢 还是向着这些示威的 包括黑人的这些群体呢 所以在两难之中呢 他也是很难做决定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内心会想这样子 现在目前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真是很为难的 很为难我 是那现在呢 纽约警察已经高度截备了 就没发生了 接连山的枪杀事件 那让警察感到人身安全 受到威胁的 那目前为止呢 纽约的警察 就已经受到了这个要求 或者他们也是要求说 希望能够想办法阻止 这样子的事件 那要怎么阻止呢 就比如说 这个纽约警察局还规定了 任何警察 不得单独出警 必须至少两个人同心 而且可以的话 可能还有必要的话 还必须穿上这个防弹衣等等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确实是让到整个纽约市的警察 不但是警察 大家都可能是很紧张的一种状态 甚至有些又在 因为这件事情 又在提起了 关于美国拥枪 合法拥枪的这个事情了 因为目前呢 这个拥枪文化 也造成了美国内部 因为民众很容易 都可以申请到这个枪支了 那就有这种状况出现了 是在整个美国里面 民间有拥有 一共就是三亿支枪 就平均来说呢 几乎每个人手中都有一把枪 那在今年美国 已经有46名的警察殉职 那有52000宗的袭警案件 这变得说 很多时候警察出去出勤的时候 都会遇到状况 所以可能也是因为 有过去这样子的一个 本来就有很紧张的关系 所以很容易出状况的时候呢 警方就可能就要 为了要自保 就先开枪 因为真的是事情发生了之后 不知道是谁先死的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几乎刚才说的 每个人都拥有强 所以警察本来可能也会反应过度 因为过去 你看可能他的同事 他的一起的出队的警员 就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 一年就 今年就有46名警察殉警 5万多宗的袭警案件 那他也会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那其实再看看说 在同样 是在英国 英国去 在去年 我们看去年的数据 警察击毙平民的 这个数目是零 而美国呢 就警察 击毙民众的话呢 是458位 所以变得民众呢 跟对警察也是有一种戒备心 说可能警察也是会随时拔枪 就是 对啊 对我说我也可能要为了自护 我也要先套枪 不然的话 真的是刚才说的 不知道是谁先死 其实这也很难怪 因为毕竟现在大家都可以有枪 那在这种情形下 警察本身也担心 大家都都人命关天嘛 有谁不担心自己受了一些什么伤害的 对不对 所以都先下手为强 但是 但是问题就在于 警察本身是一个合法的执法单位 执法人员 他总不能说动不动就拔枪来对付对方 他得根据一定的程序 但是我们还是相信美国的这种民主和人权的 也相信美国警察的操守 然后他 也许有个案说胡乱的 他开枪杀人的这种样子 我们也不能说害群之马一个都没有 然后但是呢 普遍的美国警察对于职业的操守 对于自己的操练 对于在什么情况下我可以掏枪 什么情况下我制服他 什么情况下把他手背过来 什么情况下把他给送到警察局 我相信每一个程序 美国警察的 他们的这个程序 他们心里是很明白的 在这个情况下 最似乎好像现在的情形 不仅仅是警察 警察他他的执法的范畴 还有犯人他对于犯罪 对于冲撞警察这个限度的问题 最他他的问题的根据 或让政治人物很为难的事情 或让很多警察 或让当地民众很为难的一件事情是 我现在究竟是我看白人 还是看黑人 我是看警察 我还是看示威民众 我是把这种戴有肤色的眼镜 放在警察的身上 也把肤色的眼镜 放在示威者黑人人群的身上 如果用这种眼光 去看待一件普通普通通通 发生的一起犯罪事件的时候 他就变得无比无比的复杂 这种复杂 他会带给很多美国民众 无论是警察示威民众的一种困扰 也会带给这些政治人物们一种困扰 所以现在归根解体就是族群政治在燃烧 或者是我们说的马来西亚有族群政治 或者是美国有族群的这种分裂 也在慢慢慢慢的在 在有一个床在养着 所以呢 这是一个苗头 但是这个苗头呢 我们也有信心或有期待 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有一个更清凉 更清晰的一个proposal出来 去解决这种类似的问题 但确实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我们也可以理解到 当然相信警方有他的职业道德 但是美国警察执法凶悍 是大家相信都 不管是从电影可能也有看过了 而且很多时候是根据当下的判断 对于这个判断呢 有的时候可以说是很主观 也可以很客观 不过确实这样子看起来 可以说他是一个民主国家 所以他有很多的自由 但是在自由底下 也有他必须要付上的一些代价 就像我们看到这些事情一样 每个人可以拥有枪 你有这个权利去自我保护 但是当有这个权利的时候 再加上人性的时候 确实就可能会带来一些 或许大家不愿意看到的一些结果了 那我们看到了 刚才就提到了说 在美国虽然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些事情 包括族群之间 包括警方跟民众之间 那虽然就是警方可能有些部分呢 采取了一些行动 像刚才威尔提到了 就规定说警察都不会在 就不能在单独的出警 必须至少两个人通行 并且呢要求警方 也是必须要应答所有的这些 无线电的一些呼叫 以确保警方方面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也能够确保自己的安全的避免呢 就遇到这样子就是被袭击 甚至被枪杀的这些事情了 虽然在年尾呢 在美国的可以说是内忧外患不断 不过呢 在上个星期五就有一个新的民调 就显示 其实美国人还是相对的乐观 就是为今年画下一个据点 有近一半的人预测呢 明年将会比今年好 只有10%的人认为呢 会比今年更糟糕 那在整个过程 他们的这个调查 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调查 问犬可能我们也不太知道 因为有时候呢 在问犬的问题当中 他可能有一些目的性 他的所以他会 他会把你引向某一些方向 也许从这个过程 他得到的结果是这样子 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想呢 也不见得是 一个完全作为一个标准 那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说 这来年新的一年呢 是一个好的一年 美国人自然 他们有他们的压力 有他们的这个社会的压迫性 包括像这个警察问题刚才提到 但除此之外呢 可能也是他们内部的 比如说选举啊 或者一些经济上的问题 也会让他们造成一定的压力 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民调呢 是来自美联社 以及时报广场联盟 共同进行的一个民调 里面市民有说 他大概只是 其实他的受访者里面 只有85个人了 他们的样本采样是比较小一点的 不过相信这个 当他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事件呢 就是这个Robbie Williams 自杀的一个事件 他要关于一些精神问题的探讨 这个或许也是将来的一个趋势 在我们的这个社会里面 越来越多的物资很丰裕 但是呢 却在精神上面 在面对你看现在的 这些天灾人祸上 我们的这个精神健康的部分呢 应该也是会越来越受关注的 但你看他的这个他说是近半人预测明年将比今年好 但实际上你看他怎么说 他就是他数据说三百分之三十四认为今年会比好过去年 那百分之十五表示今年比较糟 半数认为没差别 没差别也不见得说比较好 那应该是说比去年吧 比去年 但是这个是预测明年 就是2015年 他们觉得啊 虽然2014年是比2013年更更差 但是却认为说 可能跟2013没太差别 不过他们对2015年可能会 人应该还是要抱有希望的 这样子才会 明天会更好 明天会更好 我在想他只采访了85名收光者 他就出了一个新闻 也是够可笑的 是确实是可笑的 因为85名其实是不足以作为一个标准的 基本上呃 如果你要做一个这样子的调查 应该起码你要上千人 他会比较稍微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他这个85个人是怎么样选出来 不过只是做个参考 当然相信他背后的目的也是希望让大家说 呃 在面对这么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还能够注入一些就是比较让大家觉得 啊明年会更好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讯息了 不然的话确实这个年头很 这个年尾很难过去啊 是吧 那我们好再看看另外一个消息 就是在台湾跟中国了 当然对于我跟我们刚才提到的 就是明年明年是2015年 当然他们看的可能更长远哈 不过这个报道呢 也是来自纽约时报的 所以可能你要在这个 他的本门本身的立场上面呢 做一些考量点哈 那这个根据纽约时报 报道呢台湾国民党在上个月的地方选举 虽然就是面对了挫败 但是呢就会引发各方面的预期 呃就预测啊 就是民进党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 或许就会呃就是更大的胜算 但是呢同样呢就会让人家想起 会不会又因为这个名呃就是民进党的胜利呢 而让两岸就中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又恢复到之前的苦涩呢 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就是民进党是比较主张台独的嘛 那么可能在国民党方面呢 可能就对中国方面是比较友善的态度 但如果在这方面呢就会让呃 大家有另外对于两岸的关系 在2016年可能又会出现另外一种局面了 其实无论哪一种局面都好 相信中国方面呢这个他们应该不会以呃军力 或者武力来呃恐吓台湾或怎么样都好 因为毕竟呢还是以一个以和为贵 以和为贵的方式就是说大家凡事有的商量 那如果影响到大家关系就不好 再加上呢如果有一些经贸关系 目前整个全球的趋势呢 还是以这个经贸关系为主了呃 但有一些地方还是会有这个武力 作为一个主要的这个交换 或者协商一些条件 但是呢经贸还是扮演的最主要角色 每个人都希望国泰民安 每个人希望是动荡的 那如果能够用比较温和的方式来处理 那当然是最好的 嗯最终有一个台湾的政治人物 他就说过嘛 他说如果一个台湾的人 或一个台湾的政治人物 不去中国大陆去海 我们要台独的话 那么如果有一个呃 中国政府也不强着逼着你呃 去呃去宣这样子的事的话 大家呃到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和这个情况 呃这个这个状态下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呃这个呃最好的状态 这个过程当中哈就有一些 呃呃你包括最近我们也谈到一些人哈 就是包括台湾内部的呃有绿党也有蓝党呃之间呢 呃然后还有一个陈水扁呃 呃陈水扁他应该是蓝绿党的哈 呃那么现在呢就是台湾的前副总统呃 而他叫做呃呃呃呃 呃啊他就出来挺呃成水扁 因为现在陈水扁在监狱里坐牢嘛 然后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而且身身患重病哈 所以说这个台湾的前的副总统就出来说绝食 希望有关部门在鉴定过程当中 能够判陈水扁出来保外就医 他以绝食来进行支持 或来进行抗议 同时他也说 他说这件事情已经伤害到了 广大台湾民众的感情 这件事情相信我感觉是 去台湾的前副总统吕秀莲 是伤到了他的感情 但至于整个广大的台湾民众 是不是伤了整个广大台湾民众的感情呢 还是另外一部分的说法 因为如果是真的伤害了广大台湾民众的感情 那么在几年之前 民众也不会把陈水扁送到监狱里面去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民众其实在无论是在作为个人台湾 前副总统吕秀莲 个人来说还是整个台湾民众来说 其实也是比较矛盾的 这个矛盾的心态 因为我现在毕竟我是支持来绿党了 我支持绿党 那么陈水扁他也是绿党的 那么现在这个台湾的前副总统吕秀莲 他也是绿党的 那是不是我一定要都是支持的呢 我也支持陈水扁 我也支持吕秀莲 但是毕竟这个陈水扁 是我之前已经推翻掉的 我已经不喜欢他了 因为他贪污所有不喜欢他 所以把他送到监狱里面去了 那么现在重复过来 我又支持了绿党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民众也是很 我相信他们也是内心充满了很多的谋 其实支持民进党不代表说 不代表一定是支持陈水扁 因为是不同的概念 如果是党和人 党政要分开 党和人也尽量是能够分开来看 因为一个人他虽然代表着那个党 但是那个人呢 应该说这个人 他是代表着那个党的一个特定的一个身份 但是他不代表整个党 他不能代表整个党 所以当陈水扁入狱的时候 我相信像你说的 民众可能也是因为他贪污什么事件 所以也是这样 当然也是有部分民进党不认同这些说法的 现在呢就不同了 因为时代改变了 外界有很多担忧 这个包括那个台独的这种问题 那就民进党的秘书长 他说什么呢 他说不管谁代表民进党参选 情况都不一样 因为他们不是陈水扁 这句话可以理解成两个意思 意思是说 无论谁参选都没有陈水扁那么大的支持力 也可能 那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的 那个时代的时候 陈水扁是高喊着台独的很好 他是非常强烈的表达了他们要台独 那或许是回到了来 过后像2016年的话 可能在这个民进党的整个态度 或许又不像陈水扁当年这么强烈 这么强烈 没错 没错 所以就变成说不见得说是支持力党就一定要支持陈水扁 虽然说现在一直当你这个竞选的成绩出来过后看到民进党的成绩很不错 再加上呢又又陈水扁先为被炒作起来了 可能有人觉得说哇陈水扁会不会到最后被踢倒出狱啊 还怎么样到时候有机会呃代表民进党出战啊 甚至可能又在翻身 而这种可能性不敢说没有 但是呢呃从整个局势看起来 如果陈水扁还是坚持他当初那一套 而且呢也没有办法和其他的更多的合作 让我相信他是被比较不太可能发生的 刚刚说那件事情 其实民众也都知道陈水扁就是陈水扁嘛 他也不代表蓝营也不代表绿营的 大家都没有什么关系 毕竟虽然他以前是呃绿党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个领袖哈 呃但是现在有些政治人物 你包括这个台湾的前副总统李秀莲 他他就会让民众产生这种错觉 他他就把这个陈水扁的遭遇呃 把他作为一个政党的筹码 是蓝党还是绿党 然后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呃哎呀 现在陈水扁已入狱六年多了 如今是百病缠身 形起枯萎 令人酸鼻 以严重伤害了广大台湾民众的感情 并加深了连蓝党和绿党的对抗 这他故意他 我不知道这是他怎样去加深了蓝党和绿党的对抗啊 他只有呃只有还他自还他自由之身 才能止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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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我们新鲜今天的伤痛呃我们不想把陈水扁跟绿党和跟我们的民众的情感联系在一起但是本身作为一个政治的人物他特意就把这种情感联系给我们看 你说让我们去怎样去矛盾我们怎样去分析 当然肯定能理解当年陈水扁是有非常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支持力 但是最后还也是被很多很多很多的民众打入监牢了 他不是被民众打入监牢了 他是被司法打入监牢了 当然他会失去了很多的支持力 认为说哎呀为什么这个领袖 当然当时候陈水扁他高喊的口号并不是说他承认他贪污 他当时高喊自己是遭到政治破压 所以可能有一些民众他们是没有遭受而是没有收到一些讯息 尤其是他非常得到南部的南部的一些一些乡村的人的支持 如果他没有得到这方面的资讯 而且陈水扁是非常亲民的 所以如果这群这群是谁的眼里他是很亲民 在这群啊是我感觉南部的朋友支持里面 他是会常常去南部那边走访民间呢 而且用那种很台湾式的还会转那种口音 让大家觉得哦很接近 不是就是他台台湾国语啦 他们叫做台湾国语 就是哦他不会说我 他是哦是哦的错吗 哦 然后他所以他会说是一个政治迫害 所以这群人士或许当初真的是相信 他是受到政治迫害的 所以或许确实有些真的是死终支持他的人还是有的 所以应该说到吕秀莲说的这番话 或许就代表了这一群人士 当然这可能只是部分人士 如果说像是在北区一些的 可以看到很多的 不要受过一些比较多的教育 或者是对于这些媒体等等 呃可以接触到比较多的话呢 或许他们的感官上面就不一样 大家好我是培杰 欢迎你留守在榴莲台 雷能和我生气 就嘎吵我说呀 天马星空是颜野 是我在门寨关注会我们马来西亚的各个同胞们啊 现在相信还有非常多的呃 这个大雨啊 让大家觉得说实在是呃很心酸的部分了 因为呢就让很多周数的朋友 如果没有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现在已经有九周的朋友们都因为这个大豪雨的关系啊 都让呃这些地方的水啊 水的这个高度非常 我看到一些网上的照片 相信可能在面子书也有看到 有些甚至是已经是看到有他 那有些朋友们在这个这个路上行走啊 这个水是已经到了这个这个肩膀的高度啊 他们就在水中呢 就是搬把东西放在头顶上 在那边搬运啊 嗯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高度是非常的吓人的 那啊 还有一个是看到油站的 这个照片也是相当惊人 这油站呢 他已经是整个油站都淹满了 是剩下上面那个招牌 所以这些照片呢 看出看 看的时候呢 确实让大家觉得 哎 很震惊这个水灾这么严重啊 是 那我们看到全国大局在灾情的一些数据 再看一看 截至昨天傍晚七点为止啊 总数 总共的这个灾例人数呢 已经来到了二十万三千两 二十三人 那疏散中心有七百九十四所 那种死亡人数呢 就已经达到了有八个人了 那在昨天呢 我们看到各地的水灾 以季兰丹的状况最严重 那灾例人数呢 是十二万人 截至登家楼三万六千多人 蓬州也是三万六千多人 那霹雳州和柔佛州相对的 也是有面对水灾 这个灾害啊 那整个全国呢 几乎都陷入了一片汪洋大海之中了 那目前为止 有一些地区是 呃 虽然昨天 昨天和前天雨是稍微转小了 甚至有些地方可能也挺雨了 所以水也 水位也开始降低 但是呢 并没有办法完全解决掉 这些灾民所遇到的一些状况 因为当时的水灾情况是 很严重 演得非常的高 所以在他们的居家环境呢 几乎产造破坏了 甚至有一些 呃 不单是电气 最主要是连物质 物质的这些结构呢 也可能遭到洪水的冲击呢 也烂了 也破了 所以现在从重建家园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程 嗯 呃 虽然现在就是没有什么僵雨啊 在 但是在P州的水灾情况啊 还是没有改善 呃 被疏散的灾 受灾的人数依然是持续在增加 呃 直到今早 也就是说 呃 28号应该是昨天早晨的时候 啊 也突破了7500人 呃 州内的56个疏散中心 也继续在运作着 呃 呃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关头啊 大家都付出了 呃 他 大家都伸出了自己的元首 呃 你包括我们的救灾物资 呃 然后在呃 我们的就是在呃 吉隆坡这方面的 或雪兰娥这方面的机场 在装载着 然后运往灾区啊 运往不同的灾区 包括吉兰丹州 包括登家楼 也包括彭亨州 这几个重灾区 呃 同时呢 呃 因为呃 呃 救灾物资通过飞机 只能够运到这几个州的飞机场 然后接下来呢 需要通过一些小的一些运输工具 再运运到各个不同的地区 呃 因为有些地区 我们也知道吉兰丹州 有些有很多地区 是偏远的地区 有些陆路交通 不是很方便的地区 这样的地区也受到了灾情 很严重的一个状况 呃 所以呢 在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很多的 我们的就是呃 我们的军人哈 或者是我们的部队里边的这些呃 帮助去救援的队伍们 然后他们就是把这些屋子 救援的屋子装在呃 这个船上 由船再载送到各个不同的距离 而疏散中心很偏远的这些地方去 呃呃 当时但同时他除了这个船的一个运速 小船的一个运送啊 还有直升飞机的一个运送 呃 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图片 好 这个图片就直升飞机给孩子们一个灾区里 离城市区偏远地区的一个地区里边的孩子们送来食物 这个食物呢是椰浆饭啊 呃 几个孩子呃 是四五个孩子啊 蹲在这儿 然后打开椰浆饭 大口大口的在吃椰浆饭 呃 整个看呃 整个浑身上下全都是被泥土给滚着的 很脏 但是用这种小手啊 就把椰浆饭送到自己的嘴里 好像是好多好多天都没有吃过饭一样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过程当中 我们能够深情的会体会到受灾民众的这种内心的矛盾 或内心的这种灾难 或内心的这种困苦 所以我们在很好的地方生活的人呢 也有这种意愿或有这种心情去帮助他们度过这个难关 其实是如果大家想帮助的话 是有很多一些管道可以协助他们的 在网络上也可以搜索到 呃 包括有一些团体呢 他们甚至会在今天这几天内呢 会在一些特定的购物商场或者是霸击市场 呃 那边集合呃 就已经收收集的这些捐款呢 就在马上在百货市场呢 或是到霸击市场 购买这些呃 粮的粮仓这些之类的 就运送到这个当地去了 我昨天才从这个呃 东海岸的没有去到那个淹水的地区 就比较外围的地区 然后就见到了一些民众有跟他们聊了一下 呃 他们就说 其实在这些情况呢 确实是挺严重的 甚至有好多人呢 已经搬离了自己的住家 甚至搬到酒店去居住 但如果稍微有一些家庭比较有钱的 或者比较负担得了的 就到比较好的酒店 一些呢 就呃 他们不愿意到救灾中心 有一些人不愿意到救灾中心 因为他们就是说救灾中心可能比较杂乱 而且呢 也比较卫生状况 可能也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理想 所以他们不愿意去 呃 其实也是 我觉得也是一个好处了 就是说别别把那个地方搞得太挤了 如果是自己稍微有能力的话 也没有必要去 需要去到救灾中心 可能可以撤离那个城市 撤离那个地点 到一个偏远地方 或者亲戚住的地方去都行 或者到酒店去占住也行 因为有一些酒店呢 可能就距离这个灾区比较远 所以就不会有这种状况 那目前为止有人民众就怀疑说 为什么到今天政府都不颁布这个紧急状态 其实如果根据记录的话 政府曾经在1971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大水灾 我相信大家有记得 吉隆坡大水灾 全国几乎 几乎也没在这个洪水当中 包括沙巴沙澳越 也曾经遭受到那么严重的这个洪水灾害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颁布了灾难紧急状态 那马来文其实叫做 因为紧急状态有分不同的这个层次的 那这种的是属于天灾性的 所以他们就归类为灾难紧急灾害 紧急状态 但为什么到今天为止都不颁布呢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原因 因为在目前为止呢 政府认为说是可以控制的情况 所以没有必要做出任何指令 因为这种情形 如果一颁布的话 它会牵涉太多的这个改变 然后或者是一些不方便 包括说其中一个点就是 如果今天我有买保险 然后我这个保险呢 是有cover这个灾难或者什么之类的 但是呢 在某个程度上 如果政府颁布了这个指令呢 那保险公司可能就有一些特殊的这种条例 它可以告诉你说 你不能clam这个保险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是政府方面考量的 因为政府如果说还可以控制得了 你颁布下去 可能就会造成更大的一些为难 让民众造成更大的为难 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去claim这个保险 就没有办法得到赔偿 所以它损失的东西就是损失了 更大 而且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在这个紧急状态里面 对不起 就是这个紧急状态里面呢 就是说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说它可以将私有的财产 用于在这个疏散中心 所以这可能也是 或许这些有一些人士不愿意见到的时候 为什么动用我的财产 比如说我的住家或者一些建筑物 就是都会被私有的东西呢 都会被占用 所以一般紧急法令 紧急状态会在什么状况下会宣布呢 就是当已经失控的时候 比如说你发生这种水灾状况 严重到人民已经没有办法受到控制了 甚至会去打劫啊 爱家爱户去抢东西 甚至发生这种混乱 整个社会造成了这个不安的时候 紧急状态就会颁布了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呢 目前看起来大家还非常守秩序 甚至还会守望相助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暂时没有必要去颁布这个紧急状态 就希望大家能够尽量能够协助 能够给什么样的协助 就尽量给这个协助吧 不过目前为止来说 还是具有一些挑战性的 在这一次的救灾里面 很多的地方断片 而且那个路不通 所以因为本来 之前我也知道一些志工团体 他们就是想要前往这个地方去救灾 但是因为就是这个路断了 没办法进去 所以就很难进去协助 所以必须要靠飞机再进入这个灾区 其实断电是应该是安全一点的 我到宁愿如果是发生这种水灾 最好电全部切断 不要让它自己断 最好是切断 因为这是非常危险的 你电流是通过水这些来传送的 所以切断电源是没有办法的一些事情 除了这个事情 大家比较关注在灾区的这些事情 灾区外边还有一些事情 这些事情大家也比较关注 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事情就是 纳吉去哪了 在受灾的时候 纳吉去哪了 去美国去打高尔夫去了 然后那么 我们的林首长林冠英去哪了 我们的林首长在法国度假呢 那我们的安华去哪了 我们的安华去加拿大 跟家人在度假呢 那么灯架楼的周务大臣去哪了 灯架楼的周务大臣去 卖家去朝圣去了 大家都不在家 都出去了 然后同时呢 行动党这方面 潘建伟他也说 希望纳吉赶快回来 带着你到高尔夫球派回来 来指点江山 来指点江山 然后自从潘建伟说完之后呢 纳吉就马上回来了 马上也不应该说是因为 潘建伟的一句话 纳吉就回来了 他应该也是看到灾区 灾区这灾情真的很严重 回来了 但是现在纳吉被特别的去对待了 这怎么去为被特别的媒体去对待呢 他的行踪就成为一个神奇 或成为一个秘密 就大家就有这样的兴趣去追踪 就好像狗仔队一样 我们都是狗仔队 在追踪追踪这些明星的 他去哪了 他跟谁见面了 他怎么怎么样了 然后大家媒体 好像也是对纳吉 也是这样子的待遇了 纳吉从夏威夷回来 到美国的一个机场 然后这个美国的机场 奇怪的是 纳吉没有做他原来飞过来的专机 他是做另外的一个专机 来到香港 然后到香港 奇怪的是 他也没有坐这个飞机 他是从香港 另外从在马来西亚起飞的一个飞机 到香港去接到纳吉 纳吉坐了 这架飞机又回到了 直接的抵达了吉兰丹州的机场 整个行程 然后大家也是最后一句话 也在怀疑 为什么纳吉从夏威夷回到 美国地区的一个州内 没有坐原来的飞机 而乘坐另外的一个飞机回来 而原来那个飞机又去哪了 打个问号 打好几个问号 所以说在这个状态下 纳吉应该是 大家对他的待遇应该是提高了 我觉得 我想说一句话 就是这样子 我那天前几天看到 我们不是说什么又去度假了 后来就说不管这什么东西 后来就看到在网络上 有些写了一篇一个照片 说其实是那照片 是纳吉自己的 应该是是Facebook 他就刚好有人拍到他 在那边他在写东西 在烦着那种很烦的这个样子 然后他就说 这是因为在国内发生这些灾难 这些事情 所以在让他非常的头痛 要想办法跟副就是跟副首相 在商量着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事情 非常的懊恼啊 那种照片拍出来 给我放上网 就这样子写了 就有人说 你看这个就是假的 就在假扮拍 做一些什么戏啊 然后就在放上 其实无论老实说 你讨厌一个人 他做什么都是错的 无论他做什么 他做他做了这个东西 你也会往一个坏的角度去想 就是这样子 对我来讲 也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就是大家就趁着这个时候 尤其是政治人物的 一个博弈了 有机会攻击就攻击吧 反正因为这个 之前奥巴马跟美 这个纳吉 打高尔夫球 这个行程呢 就是一早已经安排好 谁会料到就发生 这个水灾的事情 所以当然这个事情 一发生的时候 当然想要攻击他的人 看准这个苗头是时候了 就借着这个事情 攻击纳吉了 那纳吉回来了之后 当然他就 当然这个也是 另外一种外在压力 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 他也必须要回来 来面对这样的事情了 当然他这样子的一个安排 一人还是会受到抨击的 一样的抨击的 无论如何都是会受到抨击的 对无论他做什么 反正是灾情 就会受到这个人家关注 当然 双方面也是会做个亏计 因为 双方局的同时 我们也看到 林首长 林冠英 是在国际方面 在批评 林冠英 首长也在批评 安华先生 也没有怎么批评 只是说了 另外一方面也是趁机 好你攻击我 我也攻击回你 你说的这么大声 你的人都去的哪呢 你自己也还不是在度假 那当然这个时候 林伯伯也很快的 马上回应 我也看到他在照片 坐在船上 穿着雨衣 去救灾的照片 各个方面 大家都努力的 在展开自己的 这一方面的一个博弈 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给予他们太大的篇幅 或者太大的曝光率了 哈哈